大家好,我是石多多 我们从哈密来到灯黄已经三天了 在这里有一个非常好的营地 有水有电,而且价格合适 接下来带大家看一看这个营地 这个营地叫灯黄西行部落 它离墨高窟和月牙泉都不是太远 也就两三公里的路程吧 从路口有一个牌子 然后进来之后 这边有一个西行部落的牌匾 往里走 我们就到了这个营地 然后进来之后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营地有集装箱的休息间 还有太空舱的休息间 这个都是收费的 但是我们房车长车停在这里的话 只收停车费 就是露营费 然后这边有一个舞台 大家可以在这里休息 然后也可以唱歌 然后这边也是每一个停车的位置的话 都是有电 有水 看一下我们车停在里面 是一个 从这里有一个通道进去 里面是一个院子 然后这外边的话都是这种太空舱 可以就是说游客来住的 然后这边的水是你交了这个营地费之后都可以使用 然后还有插电 这边除了我们刚刚说的我们停车那个区域的话 后面还有 还有一排是可以自己去停车的这个区域 然后这后面的话就是太空舱往里走 走到这后面的话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院子是停车的 它可以停在树下 这边也是有水有电 你看 好多车是在那边停满了 然后这边的话就往这边来停 这边是有 虽然路不是很平 但是它还有一个台子 但是有树荫 然后这边是提供了淋浴间 还有洗手间 那淋浴在这一块呢 是要收费的 那直接找到老板 然后缴费就可以 那么厕所的话是在淋浴间的旁边 然后进门能够看到有这个浙阳棚的地方 这边是就餐区和休息区 也可以在这里吃饭 老板这里也提供这个餐食 然后这边还有桌球 供大家休闲娱乐 同时的话这边还有一些沙发 大家可以在这里除了车上的话 还可以在这里坐着聊聊天 喝喝茶都是可以的 这边有一个超市 里面可以买水 买饼干啊饮料啊 一些其他的都可以在这里购买 然后他们这里还有厨房 可以自己做饭 也可以在这里 是吧 让老板给你定制你想吃的 这边的话也有顶餐 好了 我把这个营地推介给大家 希望给来到灯黄自驾的家人们 还有需要休息找营地的家人们 希望能给到你们帮助 好再见